嗨 我是阿比林慧君 欢迎来到阿比妹妹说 这回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可能我的歌声也是与生俱来 大家会感觉说 我好像被抛弃得好严重那种感觉 有梦没梦 你是我今生最爱的人 苦琴嗓音唱进粉丝的心坎里 在小虎演歌式的唱腔 比起出道前 越发成熟 我差不多二度一关的时候 他们就准备要问我说我从事什么职业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在卖猪肉 他们说讲这个好吗 我说为什么不好 我又没有去偷没有去抢 这是我的正当职业为什么不好 所以廖伟凡不知道怎么来得神来一笔 他就讲说我的职业是在市场卖猪肉 所以称我为猪肉王子 结果没有想到既然这个封号 既然就整个想象起来 从卖猪肉的摊贩转战歌手 五度五关未免成功之后 童年就发了首张唱片 还一举拿下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那个时候我出了八张专辑 然后红的歌也蛮多的 我来感谢希望 一常名词 我想说的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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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здоров 一位實力派的唱將 也不斷地突破自我的形象 在96年的新專輯中 蔡小虎的造型 不但比以往更為失望 同時邀請了三位 台語主力製作人 也是蔡小虎頗為自傲的一點 我這一張專輯 跟上一張 當然是 在曲風上是有點類似 可是在詞 用詞方面就完全都不一樣了 出場走紅滋味 也在演藝圈結交了不少紅粉知己 像是已酷的台語歌手林彥如 因為我們常常一起去做秀 然後他都會想坐我的車 我們坐同一場的話 所以感情也算蠻不錯的 蔡小虎跟林彥如彼此欣賞 外傳若有似無的情愫 在兩人之間流動 沒有啦 是好朋友 真的好朋友 沒有到男女朋友 我知道燕如對我印象非常好 那當然我對她印象也非常好 那但是還沒有 沒有 沒有 友達以上戀人未滿 稱對方為好朋友的他們 卻因為一件事情而鬧翻 那個攝影棚有一隻大蟒蛇 好出的大蟒蛇 然後就敲我去上通告跟燕如 然後我就到最後我被嚇到出去外面 我就不進來我就不上了 沒想到林彥如接著上另外一個通告 剛好被問到有關蛇的事情 讓兩人產生誤會 娛樂新聞 然後就問了一些事情 一些問題 然後緊緊接接 緊緊接接 就剪成基本上怕蛇的男生 我不喜歡 就剛好我電視機打開 就看到這一段 也真是很不巧 那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既然你這麼講的話 那還當什麼朋友這樣子 林彥如想解釋 蔡小虎卻不肯接她的電話 兩人因此漸行漸遠 來不及開花結果的情感 就這樣無疾而終 而蔡小虎的生活 也因為染上賭博變得迷爛 當時我不知道是怎麼搞的 就是鬼迷心俏了 我就迷上了爬進口 就一直常常住在日本 然後曾經有過一年去13次 就是日本的紀錄 因為那個時候護照只能15天 不是像現在說一去可以三個月 所以就曾經有 我給他看護照算起來 那一年總共去了13次 賭博賭到連唱片公司的電話 都不接 那個老闆一直要跟我續約 可是我都跑去日本 所以就一直都沒有給回音 所以到最後就斷了音訊 結果那三年十個月真的 完全迷失了 都一直在打爬進口 迷失自己的下場 不僅丟了唱片公司的合約 也賠上大半積蓄 那個時候我算一算 至少花一千萬以上 其實你在日本的時候 你在打爬進口的時候 你會暫時忘掉那個東西 等到你回來台灣的時候 夜半起床的時候 我曾經就是想到 為什麼我今天會這樣子 為什麼會沒有公司 為什麼會到這種地步這樣 當時我就半夜起來 哭過幾次的次數 心裡很難過 所以就造成那種心情 就變成躁鬱 憂鬱 儘管憂鬱症纏身 卻還是控制不了 賭博的衝動 甚至連紅粉之己 林彥如當時都得乳癌了 他還在狀況外 我知道有一次 我從日本回來的時候 然後有朋友來家裡找我 他說彥如已經到末期了 我說怎麼可能 你是在騙我 那我就可憐 那是公司在做新聞 他說沒有 已經在長根 已經到末期 已經很嚴重了 我心裡真的嚇一跳 你知道嗎 我到底在做什麼 我原本跟彥如 是那麼好的朋友 一陣懊悔的情緒 湧上心頭 他帶著跟林彥如感情 也很好的親姐妹 直奔醫院 我們四個人整個都大哭 真的 然後彥如只能側躺 然後免得從這邊留下來這樣 我當初跟她講說 我還是很愛她這樣 當時真的很難過 我應該也很悔 你一直在日本 不要再講了 不要再講了 這是很難過的事情 哽咽到無法再說下去 就怕真的在鏡頭前 落下男兒淚 每回唱到這首歌 就會想起這個 無緣的好朋友 一生只有你 會當聽聽我的聲音 會什麼會什麼 等自己無尊貴 其實人生本來就是要 很多事情要看開 既然事情都發生了 然後錯也都錯了 悔恨也沒有用對不對 然後我是把它放在心裡 我永遠把它放在心裡 她的歌我們常常在聽 好友的奏事 讓她決定正做 終於能夠再發新專輯 也再次翻紅 而家人的支持 一直都是她重生的動力 尤其是最愛的媽媽 媽媽身體不好 然後媽媽也不能 很早就不能走路 因為以前爸爸很風流 然後都在外面 然後媽媽要照顧七個小孩 她生完小孩之後 就會到河邊去洗衣服 所以她五六十歲的時候 她腳都沒有辦法走得很快 因為她就是月子沒有做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兒女 對媽媽很不適的地方 孝順的蔡小虎心疼媽媽的辛勞 但就在十多年前的某一天 母親忽然住進了家戶病房 那個時候媽媽已經86歲了 肺都有積水了 覺得我做了一件很不應該 很對不起媽媽的事情 就是媽媽當時說要急救 然後三個兒子 你要兩個決定做這件事情 醫生就會做 就是幫媽媽急救做氣切這樣子 我做錯了這件事情 讓媽媽痛苦了三個月 做氣切雖然讓媽媽 暫時能夠呼吸延續生命 卻也讓她受盡了煎熬 你去切之後這邊挖個洞 然後這邊還要插管 然後每次去看的時候 每次我都進去那個病房 我都哭到不行 看到媽媽就 因為媽媽很清醒 然後媽媽一直在 這樣子床邊這樣打 為什麼要讓她這麼痛苦 因為身上都長乳窗這樣子 不應該急救的 就這樣拖了三個多月 老母親最後陷入昏迷 家人決定把管的前一天 那一幕幕 蔡小虎都記得清清楚楚 從醫院把她救護車送回來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跟她講說 媽媽回家了 媽媽眼睛睜開看我一下 然後就被傷了 宋總媽媽的痛 經過了一年還是無法平復 有一回上節目唱歌 蔡小虎忍不住激動情緒 長島第二段就開始一直哭了 然後那個打播就說 重來一次 媽媽媽媽媽你將會打 因為我是小兒子嘛 就比較依賴媽媽 你們都問這個問題這樣 我覺得好難受的問題 母子情深令人感動 沒想到幾年後 蔡小虎的爸爸跟親妹妹 也都相繼過世 我跟妹妹的感情最好 然後當時我也很難過 所以就領悟到說人生無常 現在的想法是 可以放下的話就盡量放下 不要計較 人生不要計較太多 人生中的悲歡離合她都以常境 那自己的感情呢 每每談到是否有另一半 蔡小虎總是口風很緊 沒有想過要結婚嗎 沒有沒有沒有 過去了就任何過去了 現在這個年齡也不適合 但2018年55歲的蔡小虎 在接受媒體電訪時 自爆已經有交往兩年的女朋友 對方是圈外人 年紀和自己差不多 但兩人沒有結婚的打算 認為彼此相伴快樂比較重要 至今都抱持著不婚主義 倒是粉絲經常把他們上這堆 其實我們兩個常常會被說 你老公怎麼沒有來 你老婆沒有來 大家都認為說 我們兩個一定有一腿 每次我們去做活動的時候 台下的人都說 你兩個沒怎麼 我不相信 粉絲說的嗎 對 但蔡小虎急忙解釋 他們真的不是一對啦 我妹叫金玉 她叫千玉 對 她跟我妹一樣年紀 我們兩個真的感覺 就像真的兄妹一樣 我在猜 搞不好我們前一世 搞不好我們是愛人也不一定 前世可能是情侶 今世卻沒有再續前緣 但兩人感情好到 連演唱會都一定要互相捧場 我在演唱會我常說一句話 我在演唱會 如果沒有龍千玉就不完整 對 對 因為我們兩個合唱的歌曲 紅的歌很多 愛情若是 催有露燈 我的心中不會這麼亂 或許蔡小虎的滄桑嗓音 能夠帶著如此濃厚的情感 都是因為無數人生歷練的累積 一點滴滴都成了她唱歌的養分 領悟到說人生無常 就慢慢慢慢覺得說 不要計較太多 然後辛苦了快30年了 應該要讓自己快樂一點 然後現在的想法是 可以放下的話就盡量放下 不要計較人生不要計較太多 以上是我這回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聽完故事了你有什麼心得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阿比喔 如果想看更多呢 也歡迎你到台灣大搜索 找到阿比妹妹的單元 別忘了幫我按讚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阿比林慧君 我們下回見